而推动观光在地的产业不可或缺 瑞瑞五鹤山的蜜香红茶产业蓬勃发展 近几年来农会配合了台东茶改厂 建制蜜香红茶的风味轮卡 茶农们透过专家学者评评文字的呈现 得以按图所记 找出自己茶品的味蕾地图 透过了风味轮的描述 能够精准的行销推广自己的茶品 让消费者能够轻松买到自己喜爱的茶 也学会品茶喝茶 瑞瑞香五鹤山的茶农们 成功研发并发展蜜香红茶 在地特色茶品将近20年左右 现在透过蜜香红茶风味轮卡 按图所记 找到自己蜜香红茶的味蕾地图 要给顾客了解自己的茶的属性 性质 对我们的茶更了解 可以分解自己的形容自己的香气是什么 茶香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方式的 会让顾客更了解这个茶的最重要的特色 对 然后它的香 它的甜 茶农借此精准行销自己茶品的特色风味 而风味轮卡的建制 不仅是茶农 一般消费大众也可以透过风味轮卡 轻松买到自己喜爱的茶 学会品茶喝茶 什么成果吗还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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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嗯 基本上都带有一点古香味 哦 喜欢喝吗 喜欢 嗯 很喜欢 对 因为香气这种东西很很就是很客观 就是每个人心的味道也很太一样 嗯 所以就是其实茶这种东西就是喜欢自己喜欢的味道 嗯 风味轮究竟是什么台东茶开场检验制就是你的味蕾地图 将专家学者的专业术语变为简单的描述 让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寻找自己喜欢的茶 然后让茶农多多体会各个不同的风味 然后建立自己专属的一个茶叶的风味轮 然后让消费者跟茶农之间 可以做一个沟通的贩售的一个桥量的 而瑞士香农会近几年来也配合台东茶开场建制蜜香红茶品的风味轮卡 茶农们透过专家学者评评文字呈现 得以暗土所记 找出自己茶品的味蕾地图 对茶品产销有极大主意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分级分类的部分 让我们的茶农可以了解自己的茶的 这个不论是在香气上或者是在滋味上有哪些特色 那如果有需要再做一些制茶的手法的改变的部分 也可以透过这个交流来达到我们的蜜香红茶更精进 风味轮的使用建议可以由中心开始向外发展 内圈为这茶品的基础风味描述 再向外圈延伸出更细致的香气与滋味 轻松找到自己喜好的茶款 台东茶开场与农会也借由风味轮卡 能够更精准推广行销在地特色茶品 让更多人认识并了解台湾每一种茶产业的风味与特色 记得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 里面给小国三国 背后当然请英文密筊